大家好 我是沈玲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天下縱橫談 其實智慧財產權這個名字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常常聽說過 可是到底智慧財產權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就非常榮幸邀請到了 松豐法律事務所的王松豐王律師 跟我們討論一下 其實他的松豐律事務所所謂的智慧財產權 到底能怎麼樣保護您 王律師您好 您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其實松豐律事務所它最專長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是專精的是智慧產權還有商業法 那智慧產權有三大塊 一個就是專利 商標跟版權 那版權是注重權 那商業法的話就是像合約 或者是商業訴訟 或者是要合約訴訟這樣子 OK 其實智慧財產權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常常聽說過 每個人都想要保護自己的智慧財產權 為什麼需要走到到律師事務所裡面去保護 所謂自己的智慧財產權呢 因為智慧財產權就好比說我們是說 專利的話是保護你一個構想 那商標的話就是保護你一個品牌 然後著作權的話就是保護你的work 你自己你的創作這樣子 那好比說我們的客人的話 萬一他今天有個新的產品 他這個產品是在市場上面沒有的 那他就必須要保護用專利申請保護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美國政府才會給他一個專利權說 因為你是新的發明人 我給你20年的專利權可以保護你的產品 那萬一一個客人他今天是 這個產品是已經 或者這個服務已經是很普遍了 然後他就會要升 但是他有新的創新 那他就說那我要申請自己的商標 然後來培養自己的品牌 那就是商標保護 OK 所以其實他有分不同的領域 有不同的法律政策可以保護他們 來聚會財產權裡面你有剛剛有提到 其實他有他的 第一個他有保護的作用 然後他有可能是有著作權的作用 更有可能是商標上面的不同的作用 包括他的聚會財產權 商標或者是他的專利 這三個不同的地方 如果今天是一個商家 想要到松封律師事務所找您 他第一步應該要準備好什麼 是應該先準備好的商標 還是先告訴你說 這是我的idea 其他都交給您去做 這是要看客人是要做什麼樣的 好比說今天是 好比說是個餐飲業的好了 然後就是說 喔 我想要開一家餐館 那我們就說 OK 我們會說 那你這個餐館有什麼特別的 他說沒有 只是就是賣奶茶的 那我們就說 OK 好 那我們要註冊商標 就是說要保護你的商標 保護你的品牌 那他今天到我們的律師事務所來 他說 對 我要做奶茶 但是我做的方法 做的配方 甚至說我用的杯子 用的吸管 非常的特別 在市場上面沒有的 是 那我們就說 那你這個要申請專利 這樣子 那當然有時候就是說 專利的話它只是保護一個idea 對不對 然後那個專利 PCR的時候對不對 他還是要開發這個產品 開發這個市場 對 這時候他就說搞不好一個產品 需要申請專利跟商標都需要申請 OK 所以其實這個是需要專業的律師來做決定 是要做商標法還是做專利法 還是做著作權法 因為有的人可能是作家 他就用文字 在網上poll blog 可能他這個也是需要著作權法來保護他的 可是市井小民 大家都是上網去看這些資料啊 或者是我今天如果到餐廳裡面 然後我吃了一道菜我覺得很不錯 然後我告訴這個老闆 這個老闆開始做一模一樣的菜 然後給了人家 如果今天A餐廳有了這道菜 後來B餐廳去copy到他這道菜 就像您剛剛提到的 A餐廳找了松封律師事務所 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智慧產產權的保護 您在律師事務所裡面 可以怎麼樣幫到您的客戶A呢 假如是說只是做一道菜 然後這道菜的名字 是叫這道菜的名字好了 然後那個 但是這個名字是很創意的 OK 不是很普遍的名字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要保護這個品牌 這個商標 因為消費者 商標法是從消費者這邊來講的 就是說當消費者想到這個品牌的時候 對不對 他會想到這個餐館 對不對 那為什麼 好比就比方就是說 為什麼都是賣漢堡的 但是賣當勞 賣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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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賣當勞 有他的 Big Mac 對不對 但是Burger King 就不能叫他們的漢堡Big Mac 對 因為他們是有商標保護的 OK 但是你萬一說今天是 就是你一個 你拿一個擁有的東西 那只是發一個新的名字 然後把自己說這是你的保護 那當然就是說你的 你的那個 Trade mark 就是你的商標保護權 但是萬一說你今天是 一個新的做法 或者說一個新的產品 或者說一個新的機器 來做這道菜的話對不對 那當然這個是專利 這個是要專利保護 對 但是專利的話對不對 我們都跟客人講說 今天要申請專利還是 申請商標的話對不對 這個角度我們要是 是從一個消費者的觀點來看 或還是一個 從發明家的一個觀點來看 好比說我今天有兩台手機 後面就是消費者看到是 都不知道是Samsung還是Apple 對不對 這個為什麼會申請專利 是因為從一個發明人角度來看 他說今天這是我的發明 然後我要來保護我的發明 好那這個是 這個要申請專利 但是萬一今天 我放上了一個Apple的logo 或者一個Samsung的logo 那這是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 普通一個消費者的話對不對 他沒有一個科技背景 能了解說你這電話怎麼用 他只會說這是蘋果的手機 所以我會去買這樣子 是 所以就是說當你要保護你的 當你要保護消費者的時候對不對 那你就要申請商標 當你要保護發明家的時候 那你就要申請專利 專利 OK 其實最近您剛剛提到手機的問題 你Samsung跟Apple最近也在法庭上面見面了 他們常常在法庭上面見面 他們常常在法庭上面見面 就是因為有太多太多關於消費者 還有所謂專利之間的摩擦跟衝突 這個像是您 您是加州的出庭律師 同時也是聯邦的出庭律師 今天你要保護你的客戶 你必須要為你的客戶做出庭的動作 出庭的時候您又能幫到你的客戶哪些 那假如是說以專利法的話對不對 我們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讓客人知道說 他們的產品是有 第一個有申請專利 那第二個是說 他們申請的專利的產品有被仿冒 有被侵權這樣子 OK 那我們當然就是說 我們要去保護客人 因為客人花那麼多錢去開他們的產品 開發他們的市場 那就還被另外一個人全部偷走了 這樣偷偷在做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要求 不只會要求對方給停止 然後我們還會要求就是說 我們客人的損失 還有對方的不應該得到的利潤 我們全部都會要回來 OK 其實這坊間真的非常多律師 像王律師這樣子的 您是做專業的智慧財產權商標法 專利法這樣子的 可是坊間好多律師都是做移民 或是做其他的這樣一個其他的案件 車禍這樣的案件 為什麼松封律師事務所 只願意concentrate在商標法 或是智慧財產權這個方面呢 對 因為好比你剛剛講的 美國現在差不多有估計是有三百多萬個律師這樣子 那每個律師就是說你考完律師指導 你就是去讀完法律師 考完律師指導就是當律師 對 但是美國政府對專利律師的要求比較不一樣 怎麼說 因為就是說 它必須要你這個專利律師有工程師 或是科學家的背景這樣子 對 所以就是說你本科 或是你碩士必須要有工程師或是背景 有科學的背景 因為你要有這個背景 這樣子你才可以去了解客人的科技上面的需求 這樣子 那也是因為這個要求比較不一樣 專利律師在美國只有一萬個這樣子 所以你對 三百萬個跟一萬人 對 那我們律師事務所我們就是專精智慧產權 還有商業法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會專精在哪裡 就是說專利法不是大家都可以做的這樣子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就是從我當律師開始一直到開業對不對 我慢慢看說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了 所以就是說以前像一開始當律師的時候 大家都是說我只要在美國申請就好了 我只要在我那個國家開發的國家申請就好了 或是說有時候 十幾年前的亞洲來的客人 他們說我在台灣香港大陸申請就好了 他們不會想說我那時候還要在美國申請 但是現在就是說你搞不好開發的地方在美國 歐洲以色列 代工廠在東南亞或是亞洲 但是你最大的市場可能是在南美洲 那你就是你這全部都要申請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美國專利法就是也跟國際是蠻一樣的 然後那個就是不但一個專利律師可以幫你分析 你這個做科技上面的分析跟科技上面的了解 那商業法的話對不對 也可以輔導客人說你要在哪裡 因為不是每個客人都有幾十萬幾百萬 對 可以花來律師費 對 我們就會說你今天萬一是什麼樣的產品 什麼樣的業務 你需要用什麼樣的保護 另外你今天是做一個手機的APP對不對 那我會說我情願你不要花錢在律師費 賺你的律師費 你花錢在Marketing 因為Shelflight差不多十二個月就沒有了 對對對 那你今天萬一是做個 是做一樣東西 Household Good對不對 一張椅子一張床一個TV stand 對不對 那我們就說你一定要做 因為對不對 因為大家就是 大家想東西越變越好 越變越快 越變越Efficient對不對 那你當然就是說你做House Good的話對不對 你一定要做 因為這個Shelflight比較很長 很長久一點 很長久對不對 那另外一件事是藥物的話 我們就會跟客人分析說 你這個藥物需不需要做FDA審查 要做審查的話 你可能想說 OK FDA審查完的時候 加上FDA的時間 加上專利的時間 你這個 你可能只可以再賣 這個需要多久 幾年而已 再賣八年而已 對 那叫Profit Margin夠不夠 Profit Margin夠不夠 這樣子 或者說你這個東西可不可以有專利 因為今天人家發明一樣東西 然後你看到這個東西了 你說這個東西很好 那我拿過來我從紅色的變成綠色的 我要去申請個專利 那我們當然就說這不可以的 對 其實這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顧慮 我覺得可能是消費大眾 或者想要申請專利的人 或者想要保護自己智慧財產的人 這樣的人應該是少之又少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在待會兒的天下縱橫談裡面 會繼續請教王松峰王律師 到底他的專業背景為何 而他的律師團隊又有如何的堅強 歡迎回到這一集的天下縱橫談 在上一集的天下縱橫談裡面的松峰律師 事務所的王松峰王律師告訴了我們 其實商標法還有智慧財產權法 是非常專一的 現在我想要請問一下王律師 就是王律師您的專業背景又是什麼呢 我本身我是讀生物化學的 是我本科 對 然後那時候生物化學 我是專一生物醫學 然後後來讀完的時候 對不對本來父母想要我去讀醫學院 但是我一直對法律還有專利法 都是滿有興趣的 對 然後後來我就是做臨床研究 然後我在做臨床 那時候是在賓州大學UPEN 那在做臨床研究的時候 對不對我是專門做骨科的 醫學器材的研究 對 所以就是2000年到2006年 這段時間對不對 我就是專門做的就是骨科研究 而且是骨科開刀 而且骨科開刀我是專門做那個臀部 還有膝蓋手術 replacement的這樣子的 對 所以那時候對不對 我就有看到醫學器材 就是醫生用的醫學器材 再加上人工關節還有人工骨頭 然後這些就是看醫生怎麼 醫生怎麼跟律師一直配合他們的know how 然後去申請專利 那這時候就是你申請專利是專利 然後我也看到FDA trials 就是說把怎麼這些 這些醫學器材都申報給FDA 這樣子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慢慢的 有興趣才是 本來是讀醫的 然後就慢慢轉成讀法律 律師 然後再去考個專利執照 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路滿長遠的對不對 因為你說其實在2000年到2006年的時候 您是做臨床醫師的 臨床醫師的研究員 的研究員 對不對 然後2006年之後才開始去讀法律 然後才拿到法律執照 之後才是專業的律師 所以其實你的路還蠻長的 讀書已經讀了10年 可是之後轉成律師之後呢 您成了開業之後到現在大概是多久時間 我自己當律師以後差不多是有快要10年了 所以其實10年之間也累積了非常多的經驗 是 您的團隊當然是非常重要的 您的團隊當中又有哪些人其實可能跟您匹配的 對 我其實我們團隊的話就是說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專精是商業法 還有智慧產權法 那智慧產權這一塊的話對不對 我們有工程師 因為我自己我本身不是工程師 所以我們公司有 一共有請了三個工程師 那就是有電子電腦的背景 還有工程機械 還有那個專門寫軟體 唯一件的這個工程師這樣子 那in addition to this 就是在美國的工程師對不對 我們還有在亞洲有跟亞洲工程師有合作 好比實際上是台灣 香港 以色列 還有韓國我們都有 那邊都有律師跟他們合作這樣子 但是以上業法這塊來的話對不對 公司我們有很資深的商業律師 因為今天客人來我們公司 就是申請一個商標 申請一個專利的話對不對 我們不是幫他申請完專利 我們就這個客人跟我們沒有關係了 我們都會跟客人講說 你今天為什麼要申請這個商標 為什麼要申請這個專利 你萬一今天只是說你要一張紙的話 那我幫你印一張就好 你自己高興就好了 我幫你做這件事情是因為 要給你帶來錢的 要給你帶來財富的對不對 你萬一有這個專利 你沒有辦法去授權給別人 沒有辦法用這個專利來賺錢 那你等於是只在浪費律師費而已 對 或是我幫你申請一個商標對不對 但是你不做 你不但浪費了你的律師費 你也讓人家就是說 那為什麼下一個人不可以用這個商標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團隊有專精商業的 商業的話就像好比說合同 就是要寫合約 然後就是還有合約訴訟 然後還有授權協議書 這些都是我們商業法專精的 所以其實你的團隊也非常多元化 除了您之外 您自己是生物科學 生物化學方面的 所以您對醫科這個方面是非常了解的 之後你還有電子商業這個部分 電子電腦工程機械 對 電子電腦工程機械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大家都在搶這一塊大餅 大家都很專研在裡面 就像您剛剛提到 Samsung跟Apple每天都在打官司 對 然後另外一塊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所謂的商業法 因為其實很多新移民 從中國或是台灣來到的新移民 其實對美國的商業法也不完全了解 說明連中國跟台灣的商業法 都不太了解對不對 可是我知道其實王律師 您不是只有在美國有開業 您在台灣也有其他的業務 對不對 您可以把所有的業務整合起來 您跟我們解釋一下 其實您除了在美國之外 還有哪個地方 其實您是有業務的 可以把所有的業務整合在一起 所以今年的8月 我在台北101開了 我們第一個亞洲的辦公室 然後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這個實在是太多的美國的公司 要在亞洲申請他們的專利 那同時的時候對不對 也有很多的亞洲的公司 要在美國開發他們的市場 這樣子 那往往就是前幾年的時候對不對 我們都是需要找外面的律師 然後幫助我們 那找外面的律師 外面的律師雖然很好 但是沒有辦法跟自己親自管的一樣 那時候我就想說 OK好我就把眼光發的比較遠 就是說我不要只是要栽培 在美國突生突懂的ABC的律師了 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去台灣找 有台灣執照跟美國執照的律師 這樣子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律師事務所 有律師是有台灣執照 對還有美國的執照 美國的執照 然後我們的律師事務所 這是商業法 我們律師事務所也有各同不同 不一樣的科技背景的專利律師 這樣子 而且就是說 我們在台灣合作的律師事務所 或者是大陸合作的律師事務所 跟香港還有以色列跟韓國對不對 他們都是專利律師 而且他們都是有工程師背景的專利律師 有科學家背景的專利律師 然後他們也是可以訴訟的 就是說我們就是會全方面的服務 這樣子 OK我這樣反過來問您好了 如果當一個消費者的角度 我今天是一個消費者 其實我當然不知道 應該從何去開始選律師才對 我今天有東西了 我應該要怎麼樣去選擇一個真正能夠幫助我的 像是商業法的律師 或是一個智慧財產權的律師呢 從何選起 或是有什麼criteria是我必須要找到的 我覺得這個要選律師跟要選一個醫生跟會計師一樣的話 第一個你要跟他有 comfortable 你要對他有 你要相信他 你要相信這個 你的律師你的會計師你的醫生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你要怎麼去審查他的話 你大概可以看他一下公司的規模 這樣子 或是公司的做的範圍 因為很多像說一個律師 萬一懂很多的話這個是非常好的 但是萬一個律師專精一樣的話 然後他一樣懂得非常多的話 我會覺得是比較好一點 更好 所以在我會認為一個醫生 你說一個家庭科醫生當然是全看 可是全看之後 他還是要把你轉到心臟科 他還是要把你轉給骨科 或是把你轉給腸胃科 所以當然腸胃科的醫生就是專精你的腸胃 那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今天要找一個所謂是智慧財產權 或是商業法的律師 我去找到一個移民啊 離婚啊 車禍的律師 可能就沒有辦法這麼樣幫我的全面化 從一化為十化整為零 然後再加上其實您在中國 台灣 香港 韓國 甚至是以色列 都有事務所可以幫忙 對 就像您提到的 如果今天他是在中國大陸設廠 東西賣到南美洲 可是人在美國 這個時候他只有找到你啦 沒有別人可以找了 對 所以我們就會 我們會跟客人講說 你最長遠的計畫是什麼 你今天的計畫就是說 你要開發任何國家的市場的話 對不對 那我們就會說 OK好 你這個東西在美國生產的 我們可以幫助你 你申請的美國專利 你這個東西是要招到 好比說中國的話 對不對 去做模子 然後去做更大的生產的話 對不對 好 我們有這個管道 我們可以去拉這條線 那你這個東西是說 OK好 我中國做好了 我要運到墨西哥去配裝起來 然後我們說OK好 我們墨西哥有律師 然後我們還有一些員工 也就是可以幫你簽這個線 那全部都做好的時候 你說也要到美國了 然後你說 喔 我要海關要申報 或是說我海關我怕進不來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就說 OK好 我們商業律師 也可以懂美國海關法 就是說你要 就是說你覺得這個律師 有這個經驗 然後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真正實際的 實際的做事的經驗的話對不對 然後我是覺得這樣子會 讓客人都比較相信一點 所以就是 跟一個律師談的時候對不對 我為什麼 我不喜歡 而且我跟員工講說 不要一直講 你自己去哪裡讀的書 你自己有幾個地位對不對 因為這些是幫不了客人的 那是真的 因為他在最後還是一樣 只是書本上面的字而已 你永遠沒有實戰的經驗 你要有實戰經驗 才有辦法去真的幫到客戶 設身處地的 會客戶著想 沒錯 對我都是說 你就是以客人的方法 客人的角度來幫他們 會是最好的 這才是最重要的對不對 王律師最後一個我想請教您的問題 就是你身經百戰 這麼多的戰役之後 您覺得對你的成就上面來說 最好的 對打的最漂亮的那一場戰 是哪一場 可能是差不多一年前吧 我們有個客人 他是 他們是專門做批發 然後他們是做太陽眼鏡的這樣子 然後他們 他們太陽眼鏡他們不是 就不做high-end 就是很普通的太陽眼鏡 然後他們賣給就是 賣給比較 比較好玩的店 或者說 像19 Store 或者是 Gas Station 他們都不是賣 不是說會拿到Chenel 或者Hermes去賣這些 他們也不想 他們只是 就是可能在國內有些工廠 然後工廠也剩下一大堆的 包裝 然後他們有模子 他們就去賣了 結果後來他們就是 在國內有工廠 然後有製造廠 然後就把這些東西 運到美國來要賣 運過來的時候對不對 他們買的東西 只是說 no-descripted sunglasses 就是說沒有任何marking在上面的 但是中國工廠 或是中國的買家對不對 賣家對不對 覺得說 我這個東西對不對 我可以放一個名牌的 好像Chenel的話對不對 我可以賣到50倍 對啊對不對 客人不知道 客人只是覺得說 喔 我這個只是跟你買塑膠而已 但是那邊賣過來的話 賣很高 那他在海關申報的時候 就沒有寫 寫什麼 對 結果海關一打開 打貨 全部打開的時候對不對 全部都是counterfeit 全部都是counterfeit 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就是有兩萬多支 那一個太陽眼鏡 然後從Purada Gucci Chenel這樣子 結果後來 這個商標法侵權 美國海關是說 不是說你這個 運送價值多少 是說 那個廠家萬要賣出去的話 他們這個賣到多少錢 結果後來 第一張那個法單來的時候 是600萬美金 Oh my God 然後有客人就 這個客人是蠻無辜的 因為他說 我只是要做個小型生意 對 而且現在又碰到美國海關 那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一個 後來我們就幫他打 那這個就是說 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為什麼我喜歡這個K 就是說 因為需要一個 律師董專 這個商業法 還有一個律師董 智慧產權法 然後把兩個併起來 然後還要再去跟美國海關 你購買 你購買這樣子 Long story short 我們要跟他講說 這不是故意的 而且我們就是把全部 幾年的invoice 全部調出來 然後這bills of lading 到最後都被 我們客人一半錢都沒有發 我還有從600萬減到零 完全都不用罰 也不用坐牢吧 不需要坐牢 OK 所以不用罰錢 也不用坐牢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地方 對不對 因為一定要有一個律師 跟一個律師團隊 他可以完全站在客人的角度 客人那時候已經要罰600萬 可能已經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只有律師跟你的專業團隊 可以幫他抽絲剝繭 告訴他說 OK 第一步你要先把所有的invoice 準備好 然後你的商標法 跟你的專業法的律師 馬上站出來說 OK 我們去你勾學 跟美國的法官你勾學 把所有的事情理清楚之後 讓他一毛錢都不用罰 這才是專業律師 對 那時候很多 因為我們客人來找的時候 那他前一個律師 只是一直跟美國海關 就是argue 那時候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你這個東西不是 我說我會幫你做 第一件事情的時候 對不對 我會聯絡Chanel的律師 我會聯絡Burbia的律師 我會聯絡這些全部的律師 讓我們自己讓他們知道說 已經有這件事情了 所以因為對方的律師知道說 我們自己很honest的話 他們到最後也是要來協助我們 OK 所以實戰經驗更重要 在書本上面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你要先去康台人家的律師 一定要有多年的實戰經驗 才能夠了解到 其實怎麼樣可以幫助到客人最多 今天非常謝謝王松楓 王律師來到天下中文台 跟我們談到了許許多多 到底關於智慧財產權 商業法跟專利法 到底有什麼樣的不同 其實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不管是關於智慧財產權 專利或是商業的話 都可以請王松楓律師 為您做小小的解答 其實在這小小的談話當中 就可以對您的商業發展 有非常大的幫助